柴油机是如何工作的 与汽油机不同 在进气冲程 空气单独喷入气缸 压缩体积变小 压缩使气体温度升高 在这个冲程的最后 燃油喷入燃烧时 混合器着火 使燃油着火的是压缩空气的高温 所以柴油机称为压燃式发动机 然后使做工冲程 燃烧释放出的能量 推动曲轴旋转 最后使排气冲程 废气排除气缸 发动机又准备进行 下一个工作循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